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代表角的字根 对 那你可以看到它有两个变形PED和POD 那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母音互换的原则 那E和O都是母音 好 那我们看一下记忆救星是我们的iPod 对 那这是Apple苹果公司出的产品 对 那iPod就是什么 可以让你什么 把音乐带着走 对 所以 因为它什么 很小可以摆在口袋里面 那这就是它创作的概念 对 那前面这个i是什么 这i其实是代表Internet 对 那它也可以连接到Internet的意思 就是说 所以它是怎样 就是又可以轻松带着走 然后又可以连到Internet的一个新的产品 好 那我们看一下底下这个蜈蚣 它这个 这一个字的话 它有一个代表100的字首 然后还有后面我们今天的字 跟代表脚 所以100只脚 真是 蜈蚣的特性是 外形特色是不是就这样 就是脚很多 那我们中文其实它除了叫蜈蚣以外 也叫百足虫 那你看是不是中文跟英文的逻辑完全对上了 好 那最底下这边这个Pedestrian 这是徒步的 有没有 跟脚走路有关的 好 那右边这里的话 比如说 你是一个摄影师 对 那你要用什么东西去架住你的相机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脚架 因为三脚固定它比较稳嘛 对 那这一边的话 三脚架完完全全就是什么 三脚 三脚 所以TRI 像Triple 这有三的字什么意思 那POD是我们今天的脚 所以它有三脚 这就是三脚架的外形特征 那最底下这一边的话 这个字比较难一点 它是远征的意思 所以你就是什么 走路到外面去更远的地方嘛 OK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你学会这个字根以后 是不是再配上你之前学会的字首 就可以猜出很多单字的意思 那或是说你这些单字 你在记忆上的话也更方便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